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于医生而言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因为许多疾病往往是由难以观察和难以接近的问题引起的 但现在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下 如果能够在体内部署成千上万的微型机器人 为我们完成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它们可以分解难以触及的血栓 将药物运送到最难到达的肿瘤 甚至协助将胚胎引导致植入部位 虽然这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德瑞士苏里是联邦理工学院的机器人研究员布拉德纳尔森表示 这些微型机器人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并有可能改变某些严重疾病的治疗方式 在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观点文章中 纳尔森及其和这者萨尔瓦多帕内认为 这些微型机器可以将要误准确定传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从而极大程度上减少毒性 只为治疗某些疾病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或许你会问 为什么现在才有这样的技术 实际上 多年来 我们一直听说将微型机器人应用于医学 但这一技术一直未能实现 然而布拉德纳尔森教授表示 这一情况即将改变 一些微型机器人已经从实验室走出 进入了大型动物体内 包括猪 目前至少有四家初创公司 正在研发可以在体内无数服刑走的 医疗微型机器人 其中之一的Bionert在今年早些时候 成功筹集了4300万美元 并计划将其治疗方法用于埃奇事业 他们将开发出大约千笔间大小的设备 用于将药物准确传送到胶直瘤脑肿瘤部位 并刺破阻塞脑肌易流动的囊肿 这是一种罕见的儿童疾病Dandywalker 综合症的症状 纳尔森教授表示 虽然微型机器人这个词听起来很酷 很吸引人 但它更像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术语 这些微型机器人可以由合成材料 生物材料也称为 生物机器人或生物机器人或两者生物混合机器人组成 其中许多机器人在磁铁的作用下移动 然而将这些机器人应用于人体 仍然存在一些重大障碍 包括技术上的问题和监管上的挑战 由于微型机器人体积极小 这些液这样的身体液体的粘稠度相对较高 这使得它们在快速流动的情况下难移动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械工程师 维多利亚·维伯斯特·伍德表示 尽管曾在技术上的挑战 但它对微型机器人终于受到重视感到高兴 它说即使在过去的十年里 这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它相信它在实际应用方面还有更大的钱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聚焦于工业领域的最新发展 新台避汇率近期强势升值 这对包括成泰、东台、高峰级上 银等工具机器零组建厂带来了新的挑战 它们正面临一场会对保卫战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场保卫战的背后故事 新台避汇率近期升值 对工具机器零组建厂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 成泰集团董事长杨德华表示 31元关卡绝对不能破 并将产品报价由31.5元修正至31元 第四季整体将面临会对保卫战 尽管第三季多数工具机场有会对收益 但随着新台币持续升值 第四季形势更加严峻 高峰预估第四季可能出现会损 预计1月将不得不修正产品报价至31元 甚至30.5元 受到全球不仅弃汉、俄乌战争等多重影响 工具机器零组建厂今年营运普遍疲软 营收普遍下滑 然而 少数厂商如百德集协一基等表现优于去年 主要受惠于航泰产业订单增温及欧美高阶加电供应 面对新台币持续升值 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魏灿文表示 订单都快被日本厂商抢光了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 许多厂商纷纷走出办公室 前往国外争取订单 魏灿文指出 全球景气观望气氛浓厚 机械设备作为资本材 汇率成为影响接单能力的关键因素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业者不得不积极应对 争取更多商机 成泰集团董事长杨德华已经飞到美国 与美国、加玛大、墨西哥等经销商洽谈合作 以抢夺更多订单 杨德华透露 集团已向供应商开出明年全年3000台工具机遇式订单 期望能够降低约10%的零组件采购成本 在此 我们也了解到东台副总经理沿路对未来充满信心 表示目前手上拥有43亿元的订单 对未来增长充满期待 特别看好来自东南亚及欧洲的需求 相信明年的营运表现将优于今年 总体而言 面对汇率波动和市场不确定性 工具机器零组建厂政积极应对 努力维护业务稳定 让我们一同期待 这场会对保卫战能够为台湾工业带来更稳健的发展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距交于英国汽车业的最新动态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充满创新和挑战的领域 来自Zeeber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的Z型消息指出 在英国汽车业中 超过半数的公司正积极运用人工智慧进行机器试绝的应用 这加速自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报告显示 56%的汽车业务领袖正在其机器试绝项目中使用人工智慧 这其中包括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 供应链检查信心 零件可追溯性和操作透明性的需求 正推动英国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使用人工智慧技术 这项进步是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监管负担和消费者的不信任 尽管原始设备制造商OEM预计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自动化 生产环境中等某些楼城和决策 但最新报告显示按组织分类 英国OEM有56% 一级供应商有63% 量级供应商有44%采用人工智慧机器是绝 这样的数据反映了英国汽车业的竞争激烈 链临着供应链、电动车、混合动力和自动驾驶等新兴趋势 对质量、供应可用性和客户满意度的承诺成为业务成功的关键 然而有趣的是还有近四分之一的英国汽车业务领袖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汽车业务领袖表示 在机器是绝项目中为使用任何形式的人工智慧 这引起了一些关注 因为这些领袖可能未能看到人工智慧在提升效能和重要性方面的潜在优势 Zebra Technologies EMEA汽车制造实践负责人Stefan Paolo指出 汽车行业竞争激烈 这意味着汽车业务领导者应该选找方法来建立对其产品品质的信心 尤其是随着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生产的兴起 对于那些正在积极应对新技术的汽车OEM和供应商来说 新的AI 驱动的机器是决然体位 他们的工程师和工厂员工提供了更高的生产力 速度 准确性和能力 然而 调查还发现在可持续性 透明性和绩效方面 不同公司之间出现了更加两极分化的局面 数据同时显示 在机器是绝专案中的人工智慧性能方面 还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有近五分之一的使用人工智慧的公司表示 他们相信人工智慧还有更多可以发挥的潜力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聚焦于工业领域的一个关键技术 即旋转转转移机床上的刀具监控系统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其价值和应用 对于精密CNC机床 尤其是高容量旋转转移机床 提升生产效率一直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当一家机械车间拥有多台磁类机床时 生产任务会变得更加复杂 因此 引入刀具监控系统成为一种有益的做法 它可以检测和预防刀具断裂 机器损坏 意外停机和减少材料报废 Migrant加工部门提供的MeToo等工具监控系统 为车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不仅节省了与机器维护和刀具更换相关的成本 还提高了切削性能 特别是用于旋转转移机床 这一系统通过调整刀具参数 优化了生产流程 提高了盈利能力 MeToo系统的三项主要功能包括 检测切削刀具断裂 通过AI和机器学习预测刀具寿命的结束 以及在最佳时间停止机器进行刀具更换 这些功能的引入有助于提高品质 减少刀具更换次数 进而减少生产中断 MeToo系统可以同时监控200个通道 这使得车间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刀具的状态 通过自动学习检测刀具磨损 系统可以在最佳时间内停止机器 进行多个刀具的同时更换 使整个生产过程更为高效 MigrantMeToo系统的易用性也是其一大特点 通过简单的网络浏览器的MeToo仪表板 用户可以轻松访问监控数据 实时了解每个刀具的统计数据 包括更换次数和刀具断裂或寿命已到的数量 MeToo作为更大的MigrantMe 4.0系统的一部分 这一系统收集、存储和规范Migrant机器数据 全面提升机械车间的生产和机床的总体设备效率 这个系统还通知操作员或维护人员机器状态变化 和关键机器状况实现了更高效的生产管理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将带给大家一个引人入胜的科技新闻 一种可编程的DNA折叠纳米机器人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一前沿科技的惊人发现 近期,研究人员成功展示了一种惊人的纳米基数 这种可编程的纳米机器人由四条DNA链组成 能够抓取其他DNA片段并巧妙地将它们组装在一起 制造新的紫外线和接纳米机器 甚至包括其自身的副本 这支由纽约大学 宁波茨西生物力学工程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的团队 所带来的创新 超越了先前的科技努力 这些机器人不再仅能将碎片组装成平面形状 而是能够运用多轴精确定位折叠的技术 实现在第三维度和更多自由度的操作 这些微小的机器人仅使用四条DNA链 其尺寸仅为100纳米 约1000个机器人可以挤成一根人类头发的宽度 这种微小的尺寸让人难以置信 一般来说 纳米机器人通常被视为制造药物 内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潜在手段 甚至可以在人体细胞内进行制造 然而这次研究人员的特别之处在于 这些机器人具有自我复制其整个3D结构和功能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些机器人是可编程的 但它们仍然需要根据外部控制的温度和紫外线进行反应 同时需要紫外线来罕接正在组装的DNA片段 这样的技术突破为未来的纳米科技发展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目前 虽然科学家们已经在纳米层面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但在DNA机器人自我复制方面 仍存在一定的挑战 这是科技与未来之间的一个障碍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科学家们如何克服这一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2号 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 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 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语音有优声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令人振奋的科技新闻 郭士顿动力公司最新推出的机器人伴侣Betlex 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这个语音控制的机器人 它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 波士顿动力公司一直是机器人技术 和自动化领域的领导者 以其著名的机器人GoSpot而闻名 如今他们推出的Betlex 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机器人 更是一个兼具互动性和教育性的新利器 Betlex 价格实惠 收价仅为225美元 拥有手掌大小的紧凑设计 可通过遥控器或者更令人惊艳的事 通过语音指令进行远程操作 这无一位用户提供了更加轻松自然的机器人互动体验 这的掌上宝贝有着丰富的特点 它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玩具 更是一个Stand教育的强大工具 尤其是Betlex最令人惊艳的一点 就是它能够遵循语音指令 这意味着无论是孩子 爱好者还是工程师 都能透过语音命令参与到多功能的互动学习体验当中 Betlex 的价格实惠性是其优势之一 售价225美元 这让学校和教育专案更容易向学生介绍机器人技术和编程 同时Betlex 也为更多人提供了体验机器人乐趣的机会 确保技术的可访问性 无论是教育工作者 学生还是机器人爱好者 Betlex 都可以成为一个通用的伴侣 它不仅可以激发好奇心和创造力 还可以成为无尽的娱乐来源 而且它的语音控制功能 使得与机器人的互动变得更加轻松自然 随着Betlex 的问世 博士顿动力公司为机器人教育开创了新的可能性 为个人和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个成本效益高 引人入胜异于使用的平台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给您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关于电动飞机的最新进展 纽西兰航空日前宣布将于2026年起 引进来自新创工斯杯的Technologies 的电动飞机 并投入短距离或运航班 在全球航空业寻找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 电动飞机正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 纽西兰航空的这一决策 将成为推动近零碳排转型的重要一环 得注意的是 目前虽然电动飞机尚未是用于长途航班 但在短程领域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根据Beta Technologies 的测试 这款电动飞机的最远飞行距离可达500公里 同时拥有像传统喷射飞机一样的起降能力 而这架来自Beta Technologies 的电动飞机被命名为EI 其特点是可以进行垂直起降 机身长于12公尺 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70公里 纽西兰航空表示 他们计划在2026年投入运营 首先应用于短途货运 而在2030年之后 更大型的下一代电动飞机也将投入使用 如果你对这款电动飞机的价格感兴趣的话 AI的价格约为400万美元 纽西兰航空初期将与纽西兰邮政合作 将这架电动飞机应用于存货运服务 航线则预计长约150公里 当然 值得强调的是 在这一切的实现之前 这架电动飞机还需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获得纽西兰民航局的安全飞行认证 纽西兰航空在过去的18个月中 一直进行着评估和静止调查 这次的转型决策不仅代表 轮友西兰航空迈向永续航空的坚定步伐 也象征着航空业在 近零碳排转型的道路上 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的首则新闻来自船动原舰大厂上营 以及精密行星式减速机大厂台湾精锐 以及启动原舰大厂亚德克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各家公司的最新动态 首先 船动原舰大厂上营 由于中国需求尚未回温欧洲出货下滑等影响 11月营收来到近10月的低点 不过 去年同期基期较低的因素影响下 上营11月单月营收再度回到年增表现 睽違时三个月 这也显示出制造业面临的挑战 但也透露着某些转机 接下来 我们关注到精密行星式减速机大厂台湾精锐 尽管Q4仍受自动化产业景气带回温影响 但在饭店事业增温的带动下 10月营收能够维持在10月水准 由于Q3月均营收 这也意味着 即便面临景气不确定性 台湾精锐在多元化发展中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营运 最后 我们转向气动原件大厂雅德克KY 在工作天数回升 接近华轨新业务一注下 雅德克KY11月营收呈现月 年双增的出色表现 通过这样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雅德克KY在气动原件领域的活力 公司表示 零年气动原件产业将重返成长 现是出乐观的前景 总的来说 由于整体制造业受到通膨 升息 战争等因素的影响 景气人切明朗观看中国制造业PMI指数 徘徊在50上下 复苏人需时间 然而各家公司在面对挑战时 也展现出不同的应对策略 以及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稳健的表现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新闻 自动驾驶运输解决方案提供商 Origo International 最近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Origo International近期成功抢下两个国际机场试点专案 首先与国际航空集团IAG达成了一项重要的专案协议 将在新兴纳提 北肯塔基国际机场的行李处理作业中展示其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随后 Origo又与欧洲的斯图加特机场签署了一份合同 计划在该机场操作移动货物 这是由德国联邦数字和交通部BMDV资助的数字测试平台或运专案DTAC联合体的一部分 这两个试点专案将使用Origo最新推出的Mikki 3 Autodoy Tug 这是一款专为机场行李和货物操作而设计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 Autodoy Tug能够组合多达三个拖车 比传统拖车设置多出30%以上的运载量 同时还配备机械臂 实现车辆的自主装卸 Origo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Dag King对此表示极大的兴奋 他指出 这再次证明了Origo在航空业的战略方向正确 尤其在航空业对减排 提高效率以及允许运输量增长的需求下 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将发挥关键作用 预计Origo的技术将在2024年3月正式投入使用 这将为机场的行李货物运输带来更高效 更环保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项自动驾驶技术在未来的实际应用中取得更多的成功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将具交于陶瓷制造领域 让我们一同来了解由Lithos和ORNL洗手开发的高兴能3D列印陶瓷技术 陶瓷在众多领域中都扮演着关键角色 特别是在航空、国防和工业等行业 Lithos和ORNL的最新合作将进一步推动高温陶瓷领域的发展 在这个消息宣布的同时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有关这个令人振奋的合作 根据最新消息 Lithos-Dienbihar和美国能源部向树领国家实验室ORNL 已签署了合作研究和开发协议CRADA 这个协议的主要目标是利用Lithos的先进3D列印技术 进一步研究非氧化陶瓷的加工 尤其是那些能够承受极高温度的陶瓷 ORNL极端环境材料加工小组的科学家Corson Kramer解释道 这个项目将建立在ORNL多年来在高温材料和陶瓷方面的研究成果之上 通过结合ORNL的专业知识和Lithos的3D列印能力 他们希望改变高温陶瓷加工的传统理念 尤其是在换热、航空航太和国防应用领域 Lithos将使用其最新推出的3D列印技术 即镭射诱导滑柱LiS 这种技术依靠镭尿酱料干燥或进成型技术 可以控制由受机发射光方大而产生的光 这种方式使得固体层在液体中可以干燥 并且可以生成比以前更大规模、更复杂的部件 这项合作的关键是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 并测试其全部潜力 这将包括使用常见的氧化物陶瓷材料进行性能测试 并进行从第一材料例如氮化系和碳化系列印的部件的后续测试 脱置过程完成后将进行烧结 然后测试其性能和特性 这项工业水准上的增彩 制造技术将为极高温度的陶瓷部件 开启更多应用领域 为航空、航太、国防工业和各种行业的高兴 能应用提供更多可能性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报道 感谢各位的收听 欢迎大家随时锁定我们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3号 欢迎收听GCMIC的Daily 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语音由优生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恋爱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资讯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新闻 近期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回温的迹象 国内工具机业者上银和台中经济在拜习会后迎来了11月份的接单高峰 上银和台中经济等工具机业者在11月份的接单量较前几个月有显著增长 这显示出产业景气开始回升的迹象 特别是台中经济11月在大陆的接单表现相当亮眼 可以说是今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月 对于这样的好消息 我们也很想知道专家对未来展望的看法 根据台中经济董事长黄明翰的观点 如果大陆在12月至明年1月的接单继续增长 将意味着大陆的景气有望逐渐回升 这也将对欧洲 台湾和东南亚等市场产生积极的影响 预计从明年第二季起将逐渐回升 今年被视为台湾工具机业自2008年以来最差的一年 很多业者的业绩都普遍不佳 然而 这次的好消息显示出了一线曙光 黄明翰也提到 明年下半年产业景气有望转好 黄明翰还指出 台中经济的产品主要在上海厂组装 对大陆的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厂商的采购 即使未来ECFA取消 对台中经济的影响不大 这也显示出业者对于风险有着较为稳健的应对态度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带给大家一则来自日本的工具机行业报道 让我们一同来了解最新的产业动态 调整局面持续 日本工具机订单续线两位数降幅 根据日本工具机工业会的统计数据 截至2023年11月 日本工具机整体订单金额较去年同月大减13.6% 连续第11个月陷入萎缩 出现两位数10%以上的降幅 尽管月订单额仍然保持在1000亿日元以上 但整体趋势显示出工具机是场面零调整的挑战 具体而言 11月份日本工具机内需内销订单额较去年同月大减28.5% 连续第15个月呈现下滑 而外需外销订单额下滑6.0% 连续第11个月陷入萎缩 报导指出 晶片设备需求不震撼中国景气放缓是订单大幅萎缩的主因 工具机场纷纷表达对未来的前景感到不明朗 一位工具机场的干部表示 包含中国、欧美在内 前景不明 调整局面持续 除了企业设备投资动向之外 工具机订单也反映出智慧手机等产品的消费趋势 因此市场对此动向充满关注 整体而言 2023年依附11月期间 日本工具机订单额较去年同期萎缩16.0% 日本工具机工业会预估 2023年全年日本工具机订单额将年减9% 达到1.6兆日元 这将是三年来首度陷入萎缩 然而 以目前的订单情况看来 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面临着一定的难度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接下来 要为您带来一条关于富强新的最新报道 近期 塑胶社出陈型基隆头公司富强新进行了一场法说会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富强新的表示 3C产业库存去化 加半年接单与巡单转好 产业出现曙光 而汽车产业目前复苏力道还不大 不过巡单表现不错 整体而言 明年三喜和汽车配件行业的接单有望成长 而且富强新对于印度市场的续增长也表现乐观 富强新表示 又有60%的营收来自汽车配件业 其余则包括三喜 家电 民生和运动相关领域 对于明年的营运挑战 富强新指出目前难以预测 但公司的产业分散性相对较高 较是3C目前的接单状况已经转好 而民生则属于刚性需求 此外 富强新看好电动车市场的成长 认为这将成为塑胶社出际的重要发展方向 透过以塑料代替钢材 可以减轻40%组件的重量 同时也有助于降低能耗 为了迎接车用大型机台的生产和销售 富强新于今年推出了杭州湾新厂 目前进入市场阶段 虽然中国景气相对低迷 但新厂已经做好准备 一旦景气回升 有望迅速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 富强新于2019年进入印度市场 虽然遇到疫情影响 但今年前三季印度市场营收已超过去年全年 公司认为印度市场充满机会 而目前主要的询问来自汽车配件业和民生用品 预计明年仍将继续成长 富强新在印度采取保守稳健的经营政策 对受性非常保守 只有在收到90%货款后才会出货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 杜克大学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通过开发一种新的3D列印技术 利用聚焦超音波和生物相容性墨水 或许可以实现在体内进行3D列印 这意味着未来或许可以在人体内直接列印器官或组织 医学界一直推崇3D列印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但在体内进行3D列印一直是一个挑战 传统的方法无法穿透组织 而这次的深度穿透深血体积列印DVAP技术 使用了聚焦超音波 突破了这一限制 NIBIB应用科学与技术部门的项目主任 Vandy King博士指出 这项潜在的新应用建立在多年的技术进步之上 可能会为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创造舞台 实现穿透组织的3D超音波列印 聚焦超音波不是什么新东西 早已应用于治疗多种疾病 这次研究人员将其特别应用在医用3D列印上 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是使用对超音波敏感的墨水 称为生墨 通过聚焦超音波定点作用 即使穿透身体多层组织 也可以列印出生物相容性结构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种墨水还可以根据患者的需要进行调整 例如添加骨矿物质颗粒来治愈骨质流失 这使得它在医疗应用中更加灵活 除了技术的突破 研究人员已经在猪肝组织汗模拟山羊心脏上进行了实验 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 这也意味着未来或许可以使用DVAP这样的技术 替代高度侵入性的手术 DVAP技术的开发者表示 这项工作为3D列印世界开辟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途径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工具在医疗领域带来的潜在应用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条极具未来感的科技新闻 科学家们近日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 他们成功将真实的人脑组织与电子设备相融合 开发出了一种名为Brain Aware的新型电脑 这项技术由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工程师Fengal领导的团队成功运行 为未来的计算世界带来了崭新的可能性 科学家们一直是图让电脑更像人脑 但是传统的硬体和演算法 一直无法达到人脑复杂性和强大性能的高度 Brain Aware的特别之处在于 它使用了实验室培养的真正人脑组织 形成了一个类器官 并成工地与电子设备相连接 这项新技术被应用在各种任务上 包括语音识别和非线性方程预测等 尽管其准确性略递于传统人工智慧电脑 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第一步 卫星型电脑架构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在技术取得成功的同时 科学家们也强调了对伦理的深思熟虑 在相关评论中 一些研究人员提到 在扩展这项技术的同时 必须注意围绕包含人脑组织的 生物计算系统的神经伦理问题 未来 Rinover的应用前景令人期待 这项研究货将为我们理解学习机制 神经发育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提供重要的洞察 同时也可能有助于开发认知障碍的 临床前模型 以测试新的治疗方法 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收听TCMIC自动化新闻专题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4号 欢迎收听TCMIC的Daily CNZ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 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8 那今天这集的AI与英尤幽升学进行合成并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雷哀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中钢的最新创新技术 这可是一个将钢卷变是提升到全新层次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在钢铁制程中要去分布同客户订单的产品并避免混料 传统上都是在钢卷外圈进行手动标记或印上号码 这样可以方便是别钢卷的身份 但现在中钢通过引入人工智慧和光纤雷射技术 开发出全新的钢卷辨识技术 成功应用于镀星钢卷的生产中 这项技术的革新不仅极大提升了亚钢生产的效率 更为客户节省了成本 以都心钢卷为例 内科钢卷客户的钢材得料率接近100% 这不仅降低了材料损失 还有效减少了1336顿Code2一年的碳足机 这可谓是一举两得 为钢厂和客户实现了双赢 在这项创新技术中 中钢克服了三大困难 首先钢卷号码需要精准定位在小面积 且非固定位置的绑带上 其次 雷射客硬要能施用于不同绑带材质 最后 客硬的速度要快 以免影响生产流程 中钢通过与专业雷射集系统厂商的密切合作 引进了先进的光线雷射客硬设备及机械手臂 再结合拥有了爱影像是绝变 是集雷射测具功能的智慧定位系统 成功立刻服了这三大难题 这项技术的推出 不仅提高了亚钢三厂生产高品质钢品的效率 同时避免了钢卷混料的风险 不仅如此 它还减省了人工书写或墨水喷印的成本 大大提高了用料客户的得料率 展望未来 中钢将继续将这项创新技术扩展至其他亚钢产线 提高精致钢品的竞争力和用料客户的满意度 实现中钢与客户价值共创的理念 共同打造一个更加智慧和高效的钢铁制造未来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则来自特斯拉的最新消息 他们推出了全新一代的人型机器人Optimus Gentoo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Optimus Gentoo 这款新一代人型机器人 被特斯拉视为未来能够接管人类重复性任务的利器 一开始 大家或许对这个机器人没有太多的关注 但特斯拉相信这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项目 在过去的演示中 我们看到了Optimus Gen 2的一些早期原型 虽然外表还不够精致 但特斯拉强调了这是一个正在不断进化的专案 在最新的发布中 Optimus Gen 2展现了更加先进的执行器和感测器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些令人振奋的改进 首先 新的Gen 2版本使用了所有特斯拉自家设计的执行器和感测器 使机器人更加灵活且功能更为强大 据特斯拉表示 这款机器人现在的步行速度提高了30% 显著改善了实用性 而且 Gen 2还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 同时改善了平衡性 这使得这款机器人在实际应用中更为稳定 同时更容易操作 在机器人制造中 手部的制造一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 Gen 2引入了全新的手部设计 看起来更加坚固和精确 这是一个重要的升级 使得机器人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任务 根据特斯拉的计划 他们计划在自家制造业务中投入这款机器人的应用 一旦Gen 2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色 特斯拉将开始向外销售这款机器人 特斯拉CEO Elon Musk 更是对Optimus Gen 2充满行星 他表示可能需求高达100亿到200亿台 并预测Optimus将成为特斯拉长期价值的大部分 这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Optimus Gen 2的最新消息 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计划正在不断演进 带来更多令人振奋的技术突破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深入探讨工业制造中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 全面解析铝材 3D列印 首先铝是工业生产中最受欢迎的金属之一 特别是在增材制造领域 这种坚固 轻质的金属和金具有理想的机械和热性能 成为众多公司在增材制造领域的首选材料 在我们的指南中 我们将深入了解铝的特性 以及铝合金在3D列印中的多种应用 铝合金的特性包括高强度重量比 耐厚性等 这使得它在众多行业中广泛应用 在3D列印不见时 有多种方法可以使用铝 包括镭射粉末床融合 电子树融化 粘合剂喷射 冷金属融合 含电壶增材制造等技术 这些方法提供了制造复杂几何结构的可能性 同时兼具高强度重量比和耐厚性等优势 然而 与其他金属相比 铝3D列印不见具有一些优点和缺点 在应用上 它广泛用于制造短系列或原型 汽车液和航空航泰液也积极采用铝3D列印技术 例如 包施捷和梅塞德斯滨是分别在汽车 引擎和部件中应用了铝3D列印技术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铝3D列印市场上的制造商 有许多公司致力于开发铝粉 同时 一些3D印表机制造商也开发了自己的铝粉材料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带来一则关于劳动市场的报道 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制造业的动态 博士普查处副处长陈慧欣指出 制造业的加班工时正在升温 显示了这个领域或许正在迎来曙光 首先 制造业受雇人数虽然仍然呈现减少的趋势 但陈慧欣副处长提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 制造业加班工时年变动已经连续4个月转正 而且在10月份更是深至1.6小时 在这其中 我们特别注意到半导体领域的电子零组件业 以及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 这两者都连续4个月呈现加班工时年变动的正向趋势 似乎显示了制造业正在逐渐走向好转 陈慧欣副处长进一步解释 制造业在面对景气变化时 通常会先调整加班工时 再来才会考虑调整雇用人数 因此 加班工时的变化往往具有领先性 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 制造业加班工时年变动曾于去年7月转为负值 但今年5月转正 并自7月以来以连续4个月维持正值 近4个月的数据显示 制造业加班工时年变动成逐渐增加的趋势 此外 同样受到关注的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 也是连续4个月加班工时年变动转正 增加1.1小时 1.5小时 1.3小时 2.0小时 陈慧欣副处长指出 虽然加班工时年变动上扬 当中也有低基期的因素 但整体趋势来看 制造业似乎正在逐渐迎来曙光 然而 他也强调 制造业加班工时的改善虽然是一项积极的信号 但要纵观劳动市场的真正转好 还需要同时观察受雇人数 以及加班工时的双重好转 这两者齐头并进 方能确实判断劳动市场的改善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为大家带来一则关于自行车产业的报道 自行车产业近来面临诸多挑战 而在这波库存调整潮中 林祖建厂俨然成为复苏的先驱 根据巨大执行长刘永昌的表示 自行车龙头厂今年11月的营收呈现年减趋势 但他也指出 自行车产业库存预计要到明年6月才会告一段落 这时景气将逐步明朗 然而中低阶产品库存高气影响了供应链毛利率 再加上新车市场需求不振 导致上由林祖建厂产能力用率下滑 整体而言 对自行车产业而言 今年散是一个辛苦的一年 自2021年初 因疫情影响 消费者骑行热潮席卷 林祖建厂和乘车厂积极被货 的时机需求却未能跟上订单增加 再加上全球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 使得供应链问题愈发严峻 不过 长远来看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 其成人口有望提升 相关减碳政策也将为产业增长提供支撑 市场认为 欧美自行车市场中低阶产品需求疲弱 但高阶车款需求人强劲 在中国市场 自行车销量表现较佳 且自行车运动风气预计将持续推动业绩成长 对于零组建厂而言 库存水未提高导致整车厂纷纷缩减订单 新车总减少 进了使产品组合难以回到过去水准 营收也大幅下滑 然而 随着整车厂经销通路 库存水未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再加上零组建厂机将进入库存调整阶段 预计明年上半年能够看到新车订单回温 总体而言 自行车相关供应链台厂 包括巨大 美利达 贵蒙等 虽然近年受阻 但随着库存水未降低 预计在营收积齐地的情况下 明年有望恢复成长轨道 以上就是有关自行车产业的最新动态 感谢各位收听TCMIC工业自动化广播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C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嗨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15号 欢迎收听TCMIC的 Daily CNC News 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 每日新闻摘要 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那今天这集的AI与应由优生学进行合成 并赞助播出 在我们请恋爱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 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我们将为您带来一则惊人的科技新闻 一只名为Hound机器狗成功挑战百公尺冲刺 创造了四足机器人的新世界纪录 这只机器狗由韩国科学技术院的动态机器人实验室 这季韩制造 它一晶圆的速度达到了11.26英里小时 成功完成100公尺冲刺 又是仅19.87秒 Hound设计专注于高速运动 它还能够穿越草地 长距离行走和攀爬22度的斜坡 Hound的动作如此敏捷 就其原因 设计师杨哈森表示 在选择动态腿部运动的电击时 顺时和稳定的性能是关键 这只机器狗的设计真是独特 宽部和膝部执行器模组结构独特 而且使用了先进的模拟技术进行强化训练 森表示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透过单一的电击控制器实现的 并且强化训练式透过反复试验来学习这一家智慧行为的资料驱动方法 虽然Hound打破了四足机器人的速度记录 但距离人类短跑运动员博尔特的9.58秒还有一段距离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一个关于麻省理空学院最新研究的报道 这项研究利用3D列印技术成功创造了一种自加热微流体装置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微流体技术可能对一般大众来说听起来陌生 但实际上 它涉及控制微小通道中的少量一体 并分析它们的特性 这项技术在医疗、生物技术、制程和感测器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然而,一些化学反应需要在特定的温度下发生 这使得相应的微流体装置变得更加复杂 而麻省理空学院的研究团队透过3D列印技术 成功制造出一种经济高效的自加热微流体装置 这将为疾病早期检测等领域提供更具前瞻性的解决方案 研究小组由麻省理空学院为系统技术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Lise Fernandovel Squist Gark 而领导,他们使用多材料3D列印技术在一次印刷过程中 生产了具有内建加热元件的微流体装置 这种设备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无需任何后组装 使其更加经济高效 透过列印不同材料 研究人员能够实现微流体通道的高度客制化 同时应对不同的化学反应需求 具体而言 他们使用可生物降解的PLA和富含酮奈米粒子的PLA 作为装置的主要构建材料 这两种材料的应用使得设备在3D列印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同的列印温度 并在通道中加热一体制特定温度 然而,研究人员也面临到一些挑战 如PLA在高温下分解的限制 以及对导电性的进一步探索 但这项研究结果仍然充满前景 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低成本且无需优越实验室环境的微流体装置 将为疾病检测和实验室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 总的来说 麻省理空学院的这项研究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其他学术机构也纷纷对其表示积极的回馈 强调3D列印为流控设备的未来潜力和可能的新应用 接着第三则新闻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资讯和科技动态 今天的焦点将放在英国的制造业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 制造业在英国已经成为员工福利的第六大产业 这项指数考虑了六个标准 包括公司的健身房订阅 建厂健身房数量 健康套餐福利 其这上班计划 员工PT参与情况以及Glasdor评分 值得一提的是 83%的英国企业表示 员工对福利的需求不断增加 这使得能够提供最佳福利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成为有吸引力的人才中心 在英国最大的雇主中 制造业在Yolentil提供的工作场所幸福指数中排名第六 总体指数得分为26.1 其众公司平均评分31.8 反映了员工满意度和分析行业内公司的数量 虽然零售业在英国的员工福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但制造业、制品和饮料、公用失业、医疗保健和物流 也都在工作场所福指排名前10的行业之列 Yolentil联合创始人Dantjabo指出 企业福指的提升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83%的企业报告中指出 员工对福利的需求不断增加 他表示工作场所幸福指数应该成为公司的目标 依满足员工的需求 而不仅仅是一个稀缺的特殊待遇 最后提醒各位 不愿意投资于为员工提供支持性工作场所基础的 公司和行业可能会面临失去顶尖人才的风险 因此提升福指福利 成为一个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手段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ABB与英国重力雏能公司Grivetry City携手合作 致力于开发一项利用报废矿井和提升技术的除能系统 底下就由我为大家详细报道 Grivetry City最新开发的Gravistore 是一种创新的重力除能系统 通过升降地下垂直井中的重物 实现了锂离子电池和抽水蓄能的最佳特性 与传统电池不同 Grivetry City系统运行数十年不降效能 并且无需珍贵金属 具有极低的成本 在这个充满可再生能源的时代 Grivetry City的技术正应运而生 能够在需求低迷时期捕获并储存能源 并在需要时讯速释放 而今 ABB作为矿井提升机市场的领导者 透过与Grivetry City的合作 将为这一技术注入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Grivetry City联合创始人间执行主席Martin White表示 Gravistore的地下重力除能力用重力 提供了锂离子电池和抽水蓄能的最佳特性 且成本低廉 无需任何稀土金属 他对与ABB的合作充满信心 认为这将有助于加速商业化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ABB与Grivetry City的合作不仅是技术上的结合 更是在商业化计划上的重要一步 双方将共同探索如何通过合作进一步发展其生命周期服务业务 同时实现技术的多元化和调整 这项合作将为矿业公司提供新的出路 透过重新利用报废矿井进行能源储存 不仅可以降低退役成本 延长矿井的生产寿命 还有助于为绿色能源转型做出更多贡献 总的来说 ABB与Grivetry City的合作将促进能源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 为我们的未来注入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元素 让我们拭目以待 见证这一项具有潜力的能源储存技术的发展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将具交在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领域 探讨这项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方面的影响 一年前 生成式人工智慧成为主流 引起了广泛的讨乐和关注 究竟这项技术是否会取代工人 还是提升生产力呢 最新的研究表明 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人工智慧工具实际上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增加客户满意度 并提升员工留任率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工作论文 研究人员对一家财富500强软体公司的客户支援代理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使用类似于ChatGPT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工具 可以使工作效率平均提高14% 对于技能最少和经验最少的工人 这一提升更是高达35% 斯坦福商学院教授 Eric Brenjolson 对这一发现表示惊讶 他指出 这种生产力提升速度是 他多年来在引入新资讯技术领域少见的 他强调 这项技术不仅提高了公司的生产力 还改善了员工 客户和股东的近况 研究发现 生成式人工智慧通过分析数百万服务交互记录 从最成功的代理中学到了正确的做法 然后将这些经验教训传播给更广泛的员工 这种知识传递通常难以纳入员工培训 但透过人工智慧的协助 客服人员的表现大致于 有更长工作经验的人员相当 总的来说 这项研究显示 生成式人工智慧有望在未来十年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 然而布林悦尔松教授也警告说 我们仍需谨慎观察这项技术对更广泛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以免加剧不平等现象 感谢大家收听TCMIC工业与自动化自媒体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工业科技资讯 请保持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TCMIC Daily CNZ News 工业自动化正在不断地发展 还敬请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动态 还有行业资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给我们一个五星好评或按赞 并在留言中告诉我们 你还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呢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